因为漂亮是一种资本,需要同等的价值交换,在没有达到他们所期望的价值量前,是追不到的。 因为漂亮的女有很多人追,所以她有很多选择,因为漂亮的女人眼光高,被很多人追惯了,到处都是现殷勤,漂亮的女人不是男人们品出来的,她们的美丽是与生俱来的,天生的一副好身材与脸蛋,她自己当然也知道自己非常漂亮的,他们心中也有自己所寻求的白马王子的标准,也不是每一个男人都能追求得到手的。 在如今这个看脸的社会,女人漂亮成了家庭一道靓丽的招牌与风景线,再加上漂亮的女人资源短缺,自然就成为了男人们梦寐以求的抢手货了。 漂亮的女人难追,有时候只是一个假象,因为女人长得漂亮,所以男人在追求时,畏手畏脚,总觉得很难相处。 漂亮的女人给人一种高傲的感觉,但是接触过会发现,漂亮的女人其实很好相处,觉得漂亮的女人难追,一方面是自己是否般配。 如果要相貌没相貌,要事业没事业,漂亮的女人不理你,就说难追,肯定难追啊,不漂亮的也难追。 但不可否认的是,女人漂亮也是一种资本,还是一种稀缺的资本,所以没有一定实力还是不要尝试了。 做女人累,做一个漂亮的女人更累,假如你是一坨肉,身边围了一群苍蝇,你烦不烦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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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